歧視在主廠方歧視 基本上都是很無路 南道管政府社會處 今天是北北邀請到這位 台亞大學副教授 副吉浩來担任工師 要說的主題 就是藏主要其實相關的法律規定 按理探討 你其實沒有定可定 那我們講到所謂的就業歧視 這個就業歧視不只是說 因為對於這個就業者的歧視 而讓他進來或不進來 甚至讓他進來之後 如果因為對同仁對員工的歧視 產生他在工作權 或者是在福利待遇方面 這個不平等的待遇 或者是差別待遇 這個都可以算是就業歧視 這條黨管理府有關 基本的控制主要其實選到會 管副社會處 是在北邀請機関的各屬要單位 以及公務機関 一向相關的任務的任務 正來聽口 以前跟提升相關的專業地下 雖然法令規定很清楚 但是他沒有辦法一一的羅淚 所以有時候當這些承辦同仁 他們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有時候往往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用舉實力的方式 希望未來各單位承辦同仁 他們在遇到相關案件的時候 比較有一個清楚的處理的方式跟概念 難道管政府社會處也給予民族 大家也能夠懂得相關的法令 可以來保障自己 萬一如果遇到相關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隨時提出申訴 政府部分一定會為大家來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今天這場選黨會的基盤 就是基盤可以加強須押單位 以及勞工朋友對主要無法調 防止主要其實發揮的社會更了解 以進一步應做出沒有其實的工作環境 即將出口開場報道 謝謝